大家好我是DK 歡迎收看DK全腦交易 打造順利方程式 今天7月8號 7月的 第二週開始 對吧 這個第二週開始 昨天是7月7日晴 以前有一部電影 這樣講會不會透露出我的年齡 沒事 今天那個大盤的很精彩啊 非常精彩 早上我發訊息還發了兩通 叫大家要這個 這個旗子的波動變快 頻率的這個波動變快 大家要稍微留意哦 好家在沒有失控 這個盤後 這個等一下 DK慢慢來分享 今天這個內容 上週五公佈這個 飛農救援數據 好像高於預期就是 不好啦 就是意思是說 不要這麼多人就業 這個 這樣我們就比較慢降息 又要延 好吧 這個DK就說這個其實很複雜 沒有大家想的這麼簡單 看一個數據 你就想幹嘛 來 洪海台積大力發光 洪家軍機器人做電動車 洪准GIS 震達 以勝 建漢 廣語 怎麼沒有把這個陽城再放假 陽城講很久 今天開高走低 有威科開高走低 不是不講 給我一點位置 沒位置了 好嗎 我輪流講 但是這個太陽能板的 死不退 好不好 還吃棒 我每天換不一樣的 為什麼 我認為還有機會啊 只是大家的 我說了嘛 開玩笑的講 恨意很強 不要聊太多 我們聊其他的股票 大家可能比較喜歡聽 今天有一些股票 還不錯 還不錯 我們先來看這個洪海 好不好 哇 今天這個洪海大牛動起來 亮能噴出來 我說了啦 我早上講 這個台 上週也講 台積電洪海這種 老大哥 老大哥 你們動的要慢一點 你們一動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其他的股票 一開盤的時候 都夯不朗當的 然後 就開始走低了 錢吸走了 貴買 撤了 好不好 今天貴買1550億B 上禮拜多 跌了0.678 加權5500多億 也比上週多 漲了1.37% 股票這麼貴 勢必這些量會慢慢的滾出來 尤其台積電 聯發科 鴻海 大力廣 連大力廣都動起來 過了3,000 這個 我講了 全職戶盤 這個盤還有戲 我就這樣講 還有戲 只不過要輪流 只不過要輪流 就是說 大家拿那麼多錢 砸自己腳 拉起來了 明天崩盤 是這樣嗎 也不是不太 也不是不可能 機率很低 如果發生這種事情 DK一定會帶到 會提醒大家 其實很多事情用眼睛看 我們就知道 我跟你說 這鴻海 就跟你說 你買不回來 不要在這什麼黑K這邊 預設立場跟居高思維 你如果你的分析師 或者在某一些頻道 跟你講一些對你的 交易沒有幫助 或者不知道要怎麼做的 你就換頻道 好不好 或者不會提點你 譬如連期貨他也不會看 他貼盤不夠近 或者他一天到晚都在外面 錄影 什麼 那個沒有貼盤的 我跟你說 那個就是你看看聽聽就好 我沒有說誰 好不好 我說這個資本利得加股息 你還滿意嗎 216還嫌他沒田 一田田全部給你 全部給你 一次還你 這樣你開心嗎 你要在裡面 你要在裡面 DK沒有操作 洪海沒有 那DK的朋友很多有 好不好 DK的朋友很多有 他們都會問我 我跟他們說 你就 持單續報就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他就是水指數上 指數你要在這裡摸頭 我今天最高來到 24,000 24,011是不是 不要預設立場 萬一這個盤26,000 28,000 32,000 你又要怎麼樣又怎麼樣 好好把你的物件做好 想辦法把你的賬戶價值 膨脹起來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是 看什麼總金 跟什麼大盤指數怎麼樣 那不是你該留意的 好不好 這事情發生 就會像那種新冠肺炎 或者是以前 2008年金融風暴那種 你會很清楚明顯的 不會慢半拍的 你放心 那風吹草動現在這麼高 一吹很明顯 你不要先自己下自己當算命先 這DK強調 有在交易就等我講什麼 2615萬海 今天聽說長榮陽明萬海疊很兇 最兇的就是那個Lider 有沒有 俗稱有人就會知道他什麼 腰股其實他還不是腰股 他蠻有名氣的 只是人家走20年20年沒漲了不行 不要隨便叫人家腰股和投機股 後面等一下我跟大家講 不要 這顯得你視野狹隘 不是你的股票 就是財市股票好嗎 這個前面7月2號 好不好 提醒大家 我忘記框出來 沒關係 因為DK沒有做萬海 但是DK知道有這個股民非常多 長榮陽明萬海 我在那邊有提醒大家 我給一個加油 好不好 你如果不下來這個月線附近 上去我們過高 能漲單的時候 如果沒有 沒有 我告訴你 撞著月線緩跌 還跟你講 今天跳空下來 包括長榮跟陽明 好嗎 如果 做股票你只想賺 不會迴避風險 那也沒有用 因為你賺的會輸到這邊來 你必須控制你的資金 當你在留意的時候 我還一直告訴你 這是不是出全息後的空方操作 如果我是大股東 我會想把股價壓到哪裡才買進 他沒有壓 不夠啊 誰會買那麼高 買回來 不是出全息前拉嗎 這就給你做參考 你不要用一天兩天來看 觀察盤市是每天的每天 我再講一次 每天的每天 如果你沒空 所以我才說 你加入DK軍團我來嘛 不然 使用者付費是付什麼 他就不是專業啊 DK在出來這邊 投顧上班 就是專業啊 我們幫投資人貼進很多股票 在第一時間發動 通知買進賣出 這是我們該做到的 好不好 我說進入緩跌留意風險 有吧 有 好今天掉下來 現在就要 明天就要反彈嗎 你覺得呢 DK以前常跟投資朋友聊 開玩笑 要嘛你就不要下來 要下來就不會只有這樣 去想一下我這句話的邏輯 不然不要下來 不然下來幹嘛 這句話有說拿出來用 要看什麼位階 用在什麼時候 對於DK來講 這股票就 希望你看看 那如果你有 我希望你可以資金控管一下 好不好 好後面股票非常多 今天德宏再漲停板 PCB上游嘛 這個什麼藥華那些 如果沒有漲停板 你也很難看到這個 這第二根 好不好 這些裡面今天開高走低的相當多 而且上禮拜很兇的 今天都回檔 這個證達 全球傳動啊 百德啊 這個都有 漲跌互建 最多的就是這個邪西 跟乙盛 另外DK還秀了幾檔股票 新大健康 單景聯合再生 康普中央觀 陽成有威科 好 因為不寫在前面 我在這邊提 開高走低嘛 有威科 97 97塊多 最高 陽成今天還有碰漲停 今天DK的股票相當精彩 9個燈 8個紅燈 1個綠燈 沒有鎖 8個燈 只鎖2個 其他全部撞一下就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泉子股動起來 早上還有黑盤 是不是 黑盤 哎啦啦狂啦 我知道 這個起貨 做起貨今天 我不知道逃不逃得到便宜啊 還是你可以立即把空單屏障 反手做多 這樣的人不是沒有 非常少 不用拿倖存者偏差 有時候來跟DK談 通常你會做錯 尤其 這種大盤 你一開始做空開高了 你會覺得又很不錯 再來加空 一嘎嘎全部 如果那個是你 我就告訴你 不要做短線 那個不適合 人類 你跟著DK來 好好做股票 這個實話實說 來 健翰 哇今天超級精彩 今天盤中 稍微 DK稍微離開了一下 跟會員聊一下 健翰就漲停盤了回來 我撒住 他想說這個要攻擊 沒想到一拉 狂拉 今天亮人也有出來 我7月3號跟你講 機會又來了 來去回去看影片 我不怕你檢驗 請看影片 7月4號再講一次 Lial決戰 請規劃資金沒有退路 不准進場 還畫了這兩個K 給你 今天 這樣聞可以嗎 你到底要多近啊 你撈了我吧 你到底要多近 你今天講明天就要拉 那我們不是就今天壓滿 推房子 明天就賺翻了 漲停出 這樣不就好了 有這麼容易 DK做股票有這麼容易 你覺得股票市場有這麼容易嗎 你真的相信嗎 我不知道其他貝斯 或其他人怎麼告訴你的 還是你在那些群組 噼里啪啦的共同在那邊聊股票 我跟你講 這個好的東西端出來就不好了 還有啊 我有時候在講說 你付費會員 一天到晚跟你聊那些權資顧 我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我說實在的 你有本事找出12塊5的沁騰 你有本事找出19塊的銀漢 我知道現在很多分譯師跟上來 謝謝你幫我抬知名度 你要做一下功課 這中間才進來 只有你能做 不是我只有我能做 你當然可以做啊 但是你懂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加會員找誰 你要找誰 你一定找第一個發現 或可以帶你做的 不是這樣嗎 這個可以檢視 我給你前面的影片 我都跟你說過 我拿的出單子來 好吧 我拿的出單子來 像那種東西你加入會員 繳會費 你才有價值跟值得 你一天跟我講長榮 揚明萬海跟鴻海 那個看新聞就可以做啦 我不是說不好 你如果 那個是給你 培養性質用的 你要的是 會動的股票 類似羅生那種 隱憾那種 好不好 不要說還有 德宏這種 現在才20幾%而已 不多啦 目標多少 哇 你想想看 每次我都要咬多少 陽城跟有威科 你覺得多少 好 這賤漢給你參考 我怎麼會在這裡就知道 會有一個機會 今天量比較少 少好啊 少就比較少人 好 GIS 誰准你傷心 我又來了 上禮拜來聊 今天不要聊這麼多 好不好 說要鍛鍊教育制 我可以讓你複習回去看影片 我聽說今天TPK漲題數 有2萬多張 很棒 一滴K在看這個觸控面板這個事情 我跟你說TPK會走比較快 他在這邊走比較快 對啊 漲幅比較多 對 後面輪誰 你自己想像 我說不准你傷心 我來踢這個高點 今天有沒有想踢 有啊 沒踢出去啊 我再踢 很少放這個紅幫 不踢我就再等 我們做股票是按部就班 在裡面煎熬過來的 所以我們拿的很踏實 我們拿的很精實 我們不會覺得說我們今天是來賭的 不是 我們不是用賭的 我們是慢慢的推 然後慢慢的符合邏輯 慢慢的買好 慢慢的拿回來 這個叫賺市場的真相 給你參考 得紅一下說人家投機股 一下又說人家腰股 你酸葡萄就有 你沒有你就說人家不好 把你的預設立場收起來 我再強調 我不管是誰 你是投資朋友 還是其他加分 我不管 我聽到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你這樣也可以 你出來帶會員 不要用你狹隘的視野 我才不管你賺多少錢 我只管我的會員 跟我願意跟著我的人 能賺多少錢 能幫你的帳戶價值 膨脹多少 這是DK的目的 不然我們今天出來就沒有意義 好 17塊15 對啊 沒有人理啊 當初我這畫規劃線的說 我擺在那個節目前面 我不是跟你說 好幾個 買不到 買不到 趕快看別的 誰要你追 DK叫你做這些股票 什麼時候是用 叫你用追 用漲停砍的 砍進去的 買進去的 什麼時候 我叫你慢慢布局 你聽話不要亂聽 好不好 不要說人家投機股腰 我沒有 在我眼裡 這些都叫科救 一刻板印象 他就是股票 有波動 以勝跌 不逃避 跌就跌啊 我說慢慢走啊 我說我 我盯著主力 你看這個量 你這樣幹嘛 跌可以啊 我要幹嘛 要你天天鎖 天天鎖 多頭一下就走完啊 你不信喔 你一直走一直拉 多頭走很快不好 你要慢慢的像 廣語那樣 好不好 我今天投資朋友也問到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漲 會不會跌 你不要一看到跌 你就心慌慌的 你要問你自己的規劃 你想賺多少 你能輸多少 在股市如果你只想賺 那我只能說一句話 把你的貪籃收起來 你可以當我的口頭禪 因為他並不是 用貪的就會有 你必須把你的規劃做好 如果這件事 在冷氣房敲敲鍵盤 你贊物價值就會增加 有這麼好的事 那誰不要 不是這樣 就算你是加入哪一個老實貴員 他都不是這樣的 這是肺腐之言 我只問你的規劃 跌 跌好啊 不跌又上不了車 跌了就覺得太陽能又不好 你又要罵 可是你看我成本買哪裡 誰叫你用罪的 我報單怎麼樣才能報得住 請看 跌回來這裡我還沒輸 我們現在趕快出 我懂你想什麼 我懂你想什麼 這個留給你去規劃 在我的軍團裡 我的價位很清楚 好不好 好 最後了請加入小老鼠DK525 最近的點閱有變多 加入好友數 急速增加 謝謝大家的鼓勵支持 那是因為我的東西都不怕你檢驗 回去看 會員數也變多 謝謝大家 為什麼 因為 就不怕你看 能賺錢的分析師就是能賺錢 其他我們不要講太多了 好不好 這個路很長 好 股市會波動會變 好做的時候我們盡量做 不好做的時候我們盡量控制 尤其是你的資金 你不懂 交給我 好不好 這2328的廣語 黑頭都不公平 紅話那麼小 他就不要玩大的 要慢慢走 說你要慢慢走也可以 好不好 你不玩大的 你慢慢走很遠 就會變成大的 這樣可以嗎 你這黑黑 我永遠都想著 如果沒有 我要怎麼處理啊 就是提醒自己 真槍實彈 不怕你檢驗 今天禮拜一 我們還有一週的時間 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喜歡DK的節目 每天記得收看 我們明天見 拜拜 你在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 輕鬆理財